我覺得先這樣講 我覺得我講這題的時候 我都很異性藍山 因為國民黨的人罵得比我還兇 這是我很少遇到的狀況 通常我都是全場罵國民黨最兇的 可是沒想到我最近講到這題 每一個出來國民黨要選的人 幾乎啦 幾乎都在罵黨中央嘛 不要講我了啦 這個侯友宜啦 盧秀淵重 過去對於這種議題都保持一定距離的 都罵得很兇 所以感覺到異性藍山其實不是只有我啦 包括很多民進黨的朋友 那這題就讓國民黨同志來發揮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的效應很明顯 就我講了嘛 我在臉書上公開說 第一個效應 讓朱立倫說 國民黨是親美政黨這件事破空 第二件事情 連帶一些國民黨旗 要選舉的同志一起陪葬嘛 對不對 那不要說我罵 連李萊希都在罵 我覺得很厲害 在藍衣裡面 等下找到比李萊希還要藍的 也不太容易了 不太容易 那連李萊希都罵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是很異性藍山的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朱立倫會去 因為一定不是夏立言自己要去嘛 那一定是黨主席 那夏立言一定是邪命 夏立言後來甩鍋 說是朱立倫派我去的喔 對嘛 那朱立倫為什麼在這時候 大家全副所知 你剛講連國民黨裡面 連上至諸侯 然後包括要參加選戰 那習近平台可以表達看法 就為什麼國民黨 少壯派就更不要講 連國民黨裡面都這麼反對 那為什麼在這時候 還用特輯件去申請 這個有一個古話 叫做無力不起早 一定要好處 你才可能會早起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無力不起早 我覺得是最好的 我認為一開始講說 夏立言去是要了解台商需求 慰問台商 這個理由絕對是假的 把大家智商當傷稅 你要了解台商需求 你視訊就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會有三方的角力 三方的利益 或是三方的好處 第一個 對於中國來說 他需要在此時此刻 臺美關係最好 兩岸關係最緊張的時候 臺灣島內 要有人遞出橄欖枝 代表兩岸之間 一共是和諧的 中國跟臺灣 依舊是有公共管道的 那這個人呢 中國國民黨派正式的副主席去 現任的 這中國的需求部分 國民黨部分 我不諱言 國民黨過去募款管道 兩個是很大宗 在臺灣以外 一個是台商 一個是美國的華僑 這兩塊是很大塊的 我認為募款 當然是有這個需求 當然也不用假情假意 選舉 贏彈就是子彈 這需要的 你只要符合所有法規 我都可以接受 第三個需求是來自於臺商 我講白了 現在中國改 中國境內是外匯管制的 所以臺商其實都在想一件事 我要怎麼樣把錢匯出去 匯出去 匯回臺灣的錢才叫錢 他們在那邊賺多少錢 他們都沒有安全感 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沒有 所以匯出去就是一個重要的這個 這個里程碑 那如果今天中國國民黨 有募款需求的話 國臺辦這邊一定會要開匯款管道 他一定要在更一定的時間 跟一定的金額開綠燈給你 那在臺商角度 ok 那我會移回臺灣 我可能捐一千萬或兩千萬給國民黨 另外八千萬就是我的血汗錢 我辛苦錢我留下來 所以我覺得啦 這是一個在三方都有好處的前提之下 才會成的一個局 那在朱立倫來說 人是英雄錢是膽 他現在其實坦白講 你一個黨主要威王要嘛就選票 要嘛就鈔票 你沒有選票就代表你現在民意基礎不高嘛 如果連鈔票都沒有的話 那請問你如何維持國民黨的營運 如何維持自己的政治行情 人是英雄錢是膽 所以我覺得啦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除了這個募款之外 而且這坦白講很有趣喔 募款新聞傳出來後 國民黨完全沒有否認 是 照說應該出來否認 很多人說太蠢了吧 怎麼在這時候講募款 你真的募得回來 其實真的會得回來 因為台三的邏輯是 我用我的錢中國賺錢匯回臺灣 我自己的戶頭嘛 那後面要怎麼捐給國民黨 那另外再說 沒有蠢到說我直接把中國錢匯到中國國民黨 政治現金帳戶 沒有那麼笨的啦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比較可以接受的 一個三方都有好處的可能 中國需要有人跟他送暖 國民黨需要能夠有好的募款管道 而台三需要一個外匯管制的空檔 盡可能把錢把他拿換 所以這是個三方合一過的結果 我覺得可能啦 會真的蠻期待夏立元回來之後 朱立倫本人個人會覺得說 應該會有一些收穫 那至於那些罵名呢 反正他不選舉 他先不管這麼多 他不要2024了嗎 那另外再說嘛 誰知道2023又誰的論文抄襲被爆出來 政治人物前面每一寸都是黑暗的 我可以看到恰一寸有錢減 我先減嘛 你跟我講2024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先過2022才有2024 其實這很現實的嘛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朱立倫想的是這邊 OK 可是再怎麼講 菁姐 如果要是朱立倫 某種程度去以前 或是安排這個以前 不是講說六月就已經安排了 那當然說是八月四號 用特級艦申請 要不要先問一下藍營裡面 包括諸侯 帶習慶要選 就是問一下各路諸侯或要選的人 大家對於此行之間 到底有什麼看法 老共飛彈 搞得大家劍拔弩張這時候 幫得你一票軍 然後飛過去 這時候的感受 你看每一個諸侯 每一個諸侯會講的原因就是 你不選我要選啊 那這些東西怎麼辦 這個朱立倫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還要派人去 因為他一定知道這個時間點不對 他不是笨蛋 一定是有非常 非常不得已的苦衷 這個是朱立倫 你真的是很為他 就是有難以跟第三者來商量的事情 然後他過去處理一些 一些黨內的事情 很多也都是 國民黨內很多人也差不多跟我一樣 都是看新聞才知道 國民黨內發生什麼事情 但這個時間點齁 如果夏立衍這時候去 如果夏立衍年輕一點 就跟現在跑去柬埔山那些人一樣 大家都知道不能去 你還要去 沒什麼兩樣 不知道警察在機場舉牌給他 夏立衍你不要去 但還是去了 所以大家都想來想去就是為了錢 我覺得錢會是主要原因嗎 其實不會有匯款困難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當然要捐你 我可以在臺灣給錢 台商很厲害的 他怎麼可能會在 不要等到那個地方 要從那個地方匯回來以後 才有錢可以捐 這邊一定有辦法之意 對啦 這生意人如果要捐你錢的話 根本 根本不必要什麼匯款的困難 甚至也不一定要見面嘛 基本上會捐你錢 或者大筆錢一定是有深厚交情 那那個哪需要 一定要我派個人去跟你見面 才能談得成 所以朱立倫絕對是有他的一個苦衷 那你說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確實啦民進黨就是有這麼多的貴人 他就給你跑出來了 那我們也希望國民黨要爭氣一點 不然民進黨就膽子就會大小 你覺得高思伯為什麼要去 高思伯跟朱立倫當然有 發生氣咎嘛 氣咎嘛 特殊關係嘛 那所以他高思伯現在 在國民黨務上他 有沒有牽扯很深喔 沒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那應該是 可能要見的人必須要高思伯 或者是說有人說去監軍 看你瞎一眼有沒有亂搞 我拍一個人在旁邊監視你 你可別亂來 這個這個有沒有這種可能 也不敢說沒有啦 因為去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非常重大 嗯 或者說朱立倫不知道這個時間 不能派人去中國 如果他連這個都不知道的話 民進黨全部太幸福了 所以不會 他一定是有很特殊的一個理由 但是國民黨人都想不到 所以國民黨現在先開打 這個對國民黨不一定是壞事 為什麼 你知道國民黨內 你有不爽可以講出來 民進黨在幹嘛講的 你是暗示什麼嗎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挖洞給自己跳 哈哈哈哈 這都是他們講的不是我講的 哈哈哈哈 民進黨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聲音道小不一樣 不過 就朱立倫這次來講 再度跟黨內證明 你不要跟我朱立倫亂搞 嗯 我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黨就是要鎮定 尤其少壯派一些 尤其你們要選的人 是是 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有什麼想法 我以為是假新聞 真的嗎 我講說 認知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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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對岸軍演芳心未愛 然後會八月四號去提一個特急件 對 到底急在哪裡 那當然啦 如果民進黨都像郡縣委員 這麼體諒朱立倫的苦衷的話 當然就像創下哥講的這個藍綠難得 有這種水乳交融的時候 那重點是說 當然軍修哥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現在兩黨的氛圍 也許是因為執政的關係 至少國民黨對於黨中央有一些 我們不認同的作為 不管是少壯派或是要選舉的人 不管是地方諸侯敢於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那我覺得剛剛幾位講的我都對啦 就是說 假如是為了募款 黨中央沒有做一個嚴正的澄清 那就算你募到款 那也是賺了鈔票 輸了選票 這值得嗎 因為選舉兩票都要 如果只是為了一個募款 我覺得不需要 第二個 如果是為了要去聽取台商或台生的一些 心境處境 來幫他們解決問題 非得這個時候去嗎 對啊 有這麼急要用特急件嗎 而且現在視訊這麼發達 科幣之前雙城論壇也是用視訊啊 要聽取心聲 不一定要非得副主席 在這個敏感時刻帶團去 當然我承認喔 夏立言副主席 在兩岸之間 特別在對岸的高層 其實對他是蠻肯定的 包括2015的馬錫會 其實他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他們對於他過去的歷練也好 不管是外交官或入委會 相關的部分是非常肯定 派夏立倫主權到對岸去 坦白講啊 我不應該這麼講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被動配合啦 那這個所謂的被動配合 應該是對岸有一些意見表達 那這個所謂的意見表達 我認為既然在五六月 就已經有安排要訪問 是不是對岸有某些管道 希望國民黨的團 就在這個時間儘快來 而朱立倫被動配合 被動配合的理由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要跟我說是為了募款 或為了聽取台商的心聲 我不認為這個是正當理由 這個就跟林志堅的論文 在污辱台灣民眾的智慧是一樣的 但重點是為什麼要被動配合 對 剛剛各位提到 剛剛創下哥講說 假如你去有本事 夏立言代表國民黨 表達我們的心聲 抗議你的軍演 甚至到天安門廣場 去罵其地名劇 然後這個像佩洛西一樣 對 白皮書我們不同意不支持 你居然還要派兵 還要怎麼樣 有的沒有的 或者是像昨天國城老師 在這邊講的 你如果去能夠爭取 具體的東西 拿出一點具體成績單來 讓台灣民眾認為說 在兩岸這麼危急的時刻 國民黨可以扮演一定角色 是民進黨扮演不了的 可以一氣翻盤 除非你有這種把握 否則你去就是扣分啊 這麼簡單啊 我說怎麼會侯友宜 盧秀燕所有這些 我們要選擇全部跳腳 那我就不曉得朱主席 他是不是由我剛剛大家所揣測的 不管是比較具體嚴正的言論 或是為臺灣爭取些什麼 或帶些什麼具體的成果 能夠讓國民黨此行一氣轉變 然後翻盤 變成一個大家正面加分的東西 如果沒有 那還有什麼苦衷 是我們不知道的 其實你剛剛講的被動配合 平常講 這是比較嚴重的一環 因為昨天在節目裡面 有媒體人也有講說 那在這個結局上有什麼 當然那他個人的意見 那是敏鳳嘛 敏鳳直接講說 這就是 在兩岸之間 這麼樣兵兵占威的時候 然後他們老共那邊 希望讓國際社會知道 臺灣還是有人 跟我直接 是像著我的啊 或什麼什麼 類似這些 那就直接要有人來 好這時候麻煩你們來 你知道這個說法 比起募款還慘 所以我只能說 那是個人意見 可是如果你覺得 也有可能會是被動配合 這個就嚴重 我聽說國民黨這樣子的話 怎麼怎麼未來能夠爭取 在臺灣能夠爭取到執政 爭取到老百姓的民意性上 很容易看啊 小五哥的提醒 我完全認同 因為我自己從事政治工作 跟以前當媒體這麼久 是 我對於兩岸這些東西 我的用詞是非常精準 對 我斟酌了很久 我講被動配合 這個意思是 當然有人可能把解讀 你看連藍營自己的民意代表 認為說你們是不是理應外合 在這個時候 故意做求給對岸 表示說我們藍營 好像還是跟對方 互衝氣息 甚至給國際間一些誤導 是覺得說 都舉演成這樣子 為什麼藍營還要這個時候去 你們是不是有在被動呼應 我所謂的被動配合 是第一個 從主觀上面 朱立倫也好黨中也好 不可能會選擇 這個時候派傳過去 正常邏輯來派 那為什麼這時候還要去 那絕對不是國民黨主動的意思 那誰要求 合理 你說是因為台商要求嗎 台商要求 我不能緩一個禮拜 緩兩個禮拜嗎 也沒有理由嘛 所以我的推斷是 一定是有對岸有人 說既然你要來 可不可以這個時候來 嗯 那我講的配動配合 不是說要跟他互通氣息 配合他演什麼戲 而是說 如果朱立倫是有把握 願意藉由配動不合 去表達國民黨一些立場 也凸顯國民黨在兩岸 緊張關係的過程當中 甚至包括我們要抗議 對岸軍演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更具體的訴求 甚至能夠為台灣 不管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或台灣人民的權益 或台灣人民的意見的發聲 能夠做出一些更具體的作為的話 那也許他可以反將對岸一軍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 是我被動配合你去了 但是我仍然顧及我的立場 顧及中華民國的立場 顧及台灣人民權益的立場 做這些配合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譬如說照樣先生 或有些人就說 那你就全程直播好了 對啊 怎麼直播啊 他現在隔離十天耶 是啊 剛剛大家在講 那這十天難道 而且我跟你講 光這十天都會被人家 讓他做文章 這十天 除非你二十四小時在那個地方直播 自己在房間裡做什麼 否則任何一個時間 一通電話來 一個視訊來 誰知道有沒有談什麼要什麼 那這個十天 夏立仁怎麼去自輕說 我這時間都沒有跟對岸有任何接觸 沒有談任何事情 你光這一點 坦白講十天後是什麼樣子 我們就等於這十天 就任憑人家去質疑去揣測啦 所以我說 這個操作基本上 我相信朱立倫主席有他的想法 有他的苦衷 可能也有他想具體做的作為 但是這個有待時間證明 但是 如果十天過去了 或是未來接續的夏立元副主席的行程 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剛剛所期許的 那樣的一個功能的發揮的話 那坦白講黨中央恐怕我們這一些 不管是年底要面臨選舉的中生代 或是地方諸侯 恐怕會有更大動作 對黨中央的挑戰 你們還會有動作 因為坦白講我說 你被動配合 可是你又不能夠拿出具體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跟台灣主流民意的發聲的話 這個東西後續真的蠻嚴重的 來體諒他們的軍選 這個被動配合 如果是由我們國民黨 最優秀的中生代議員 戴希辛講出來 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還去被動配合共產黨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應該 就是說 你如果是六月約的 那個時候可能兩岸氛圍還不一樣 那你現在搞出 在演習恐嚇台灣 台灣民心正處於對中國的威脅 非常憤怒的時候 如果國民黨這個時候還選擇要去 被動去配合共產黨 我是覺得非常不應該 但是呢 危機還在 就是夏立元會不會 現在隔離要10天 隔離完做PCR再飛回來 我們不知道 放棄了 隔離完 現在路徑不用PCR 在中國上危機可能要 或者是說 夏立元在見到共產黨高幹的時候 講到台灣就兵得 被逮捕 送到新疆去勞改 從此我們找不到他 這對國民黨會加分 否則啦 夏立元如果去 那也大家也不知道做什麼 那行程也沒有公開 隨便大家看圖講故事 所以 所以我不知道習近平的 這樣的一個解讀 那如果是以前都約好了 這個時間點 其實你應該要拒絕 而且你真的可以拿出來 大家好你看喔 我們本來約好了要幹嘛 我現在不要去 表達我國民黨對你 共產黨的口吼軍事演習不少 應該應該是要這樣子做才對 將軍直接問一下 所以這次老共和軍演 你覺得他的效應會 會產生多大 非常大 大家記得2018 那中國的因素是相當的微弱 幾乎沒聲音 2018那時候 韓國瑜崛起的時候 中國幾乎沒聲音 他私下可能有些內容農場 可是沒有像這次大當其苦啊 直接說我要打你 我要吃掉你 從來沒有 因為中國當時很清楚 這樣子會影響到 這個國內的這個 這個台灣內部的選舉 所以他很怕 他吃過虧 可這一次呢 他不管了 他不管了 中國會這樣子幹 中共會這樣幹 表示他根本就不指望 你台灣裡面藍綠的板塊 他不指望了 他就是以他的二十大重要 以他跟美國之間的角力重要 他就不管你台灣的任何問題了 但是呢 我說聰明的人借力死力 笨蛋的人就因此受傷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沒有民進黨 這裡面全部都是藍營的六度候選人 OK 所以你看最高的1.38是誰 盧秀燕 為什麼盧秀燕最高呢 他是女生嗎 不是特製人員是女的啊 為什麼盧秀燕最高 因為盧秀燕做了一些事情 讓大家覺得 這傢伙敢跟中國對抗 因為盧秀燕當時他那時候正在生病 他馬上針對這個事情說 我馬上協助一百二十家廠商啊 這個開拓不同的網路 不同的銷路 讓你們能夠被中國打壓之後 找到新的這個活路 他做了 而且他報病 當到當地去指揮 指揮整個台中 然後呢 非常用力的說 中國這種威脅 斷我們所有商務的這些 連乖乖什麼都斷 這是一個流氓的行為 他非常嚴厲的譴責 所以呢 民眾說你不但報病 而且你還幫這些廠商 重新開的這個銷售的網路 而且你還敢罵中國 所以砰就跳起來 跳到1.38 那麼其他都頻頻啊 對不對 其他人就是中國很流氓不行 可是為什麼唯獨張善政受傷呢 張善政掉到 支持度只有0.46 掉這麼低 張善政幹了什麼事 照理說張善政 他是個學者 他本身也是 黨靈非常淺的一位這個黨員 他應該受傷最淺 那因為他講了一些話 讓大家沒有辦法去接受 為什麼張善政說什麼話 張善政說沒有錯 中國真的是很流氓 可是如果不是蔡英文政府這樣做 讓兩岸沒有溝通的管道 中國會這麼流氓嗎 我跟你講這句話 就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深藍上升 就是深藍上升 深藍任何中國譴責 他一定會先譴責 啊中國就是這個流氓了 這樣不對 這樣很糟糕了 但是呢 如果不是蔡英文這麼無良 這麼不溝通 這麼不做交流 中國怎麼會打我們 哎好像一個回血把所有的 這個錯誤全部怪罪到 這個蔡英文身上 這點年輕人是不能接受的 OK 年輕人說你要罵 就有種就直接罵中國 你要講就直接講中國不對 你幹嘛要有但是 這六個人裡面是張藍正是唯一有講但是 所以他的整個制度往下掉 所以大家很清楚 面對外來的這個侵略 外來外來的力量的時候 你就一件事不分政黨團結一致槍口對外 就對了 就像前一段時間 我在某個節目裡面我講人家說 哎呂北辰如果換成你是國防部長 你會怎樣 我說開戰啊 我說都開戰啊 我絕不容許任何的飛機進入我的領土 進來我就打 那他就說還好你沒有當國防部長 你就是戰狼派 我說我反正要戰狼派 為什麼我的身份是退役軍人 我是被役少將 如果連被役少將都確戰 那請問人民的保障在哪裡 我當然戰啊 國家養我們幹什麼 國家養這麼多軍人幹什麼 就是要備戰嘛 如果連軍人都不敢戰 軍人完蛋 那你說你這樣會不會引起戰爭 不會我不是總統 我不是總統 我願意戰 就算我是國防部長 何況我不是 就算我是國防部長 我說打了開打 總統說不要不要打 三軍統帥是他嘛 他會踩煞車 可是我是擔任國軍的統帥 我一定說我說我國軍打 總統來踩煞車 這才表示總統才有力道 他才有這個辦法去做斡旋外交 如果我還沒有開始打 國防部長就跟總統說 不要總統這不能打 這一打生理土炭 國軍會死好多人啊 國軍會好多人在暫時在殺場 這不能打 那總統怎麼下決心啊 國防部長都不敢打了 所以我說 每一個不同的角色 要演出他應有的角色的氣魄 那張三鎮或是這六都的候選人 你竟然要帶著這六都走出不一樣的路 如果你連抵抗外武 你都不敢勇敢的說 還要有但是 那支柱當然會低 OK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在其實 呃在林志堅所有的論文這些事情 大家在 因為是昨天上午台大做決定嘛 一般照新聞來看的話 這個議題對選戰影響 應該會燒個好幾天 那甚至接下來會有中華大學 但是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任俊可不可以用新聞人跟我解釋一下 那國民黨這時候派訪問團去 中國大陸 到底為什麼在這個結櫃 雖然這一定是既定的行程 不能動一下 我第一說 我們節目兩個小時 我們今天就一定要挪一段時間 出來討論這件事情 這這個就是挨個一定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為什麼 這那當然你說 好我們先來看這正反這些很多一下 夏立元帥團訪問大陸 那朱宜倫 國民黨主席就說 不放棄交流 為臺灣同胞扶植努力 OK 然後要扛下重擔 那夏立元呢 訪路他有講說 不該任由兩岸關係 關係繼續惡化 當然講民進黨政府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這整件事情 但國民黨的新生代 有人有意見 上今天媒體上報導 有台中市議員或什麼就講 他勝負講的話還蠻重的好不好 敗家老頭放過國民黨吧 好這國民黨 國民黨的議員所喊出來的 然後這件事情呢 民進黨立場 就直接講 國民黨派團訪問 中國民進黨說 時機立場錯亂 更對不起保家衛國的國軍 所有的這些相關的一些發展 任君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去訪問 有評估 你覺得國民黨有評估過說這些效益嗎 我覺得如果從某個角度來解釋 國民黨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政黨 他每一個人不只政黨獨立 黨中央獨立 每一個參選人 還有每一個黨員都各自獨立 所以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你看國民黨在這件事情 他講說我不是臨時起義的 我六月的時候 我就開始規劃了 而且我早就已經安排好 這叫做既定行程 不會所以不會受到其他的干擾 你看前面幾個 說國民黨在解釋說 他們怎麼去 就是不要不能停止交流 要注意臺商的那些 你記不記得 也不過就不久之前 臺北市搞雙城論壇的時候 這些話柯文哲都說過 柯文哲說我臺北市我要搞這些 那我要誰去照顧臺商 那時候國民黨很多人是罵 柯文哲 就是說你怎麼這時候 你還去搞這個 現在都已經飛機都飛到這邊來了 那時候還沒軍演 你記不記得 飛機都飛到這裡 你還在搞這個雙城論壇 那結果現在不只飛機來 飛彈都來了 國民黨今天就講說 沒有我們是要為臺灣交流 所以你就知道 這就叫做政治上面的判斷 我認為國民黨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為什麼 你這時候講說不去 那你怎麼去交代 因為你看媒體 有講這個行程 當然有一段 因為他不去北京 然後只在南部一些 像廣護航這些地方 然後也不見大官 那最多有說要不要安排 會不會見到像劉傑一 對啊 類似像這些 這樣OK嗎 我不知道劉傑一算不算大官 在國民黨認知裡面 國臺辦算大官 可能在大陸內部 可能國臺辦不算大官 我不知道 因為看起來他的層次上面 是有不一樣的 他就是一個對臺事務的一個辦公室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國民黨是不是有不得不去的原因 因為老實講 在這種氛圍之下 國民黨這些新生代 所喊出來這件事情 老實講話講很重 但你認為國民黨在乎這些人嗎 不在乎 黨主席都講了不放棄交流 那意思就是你這些黨員 不要來亂了 這裡面黨員老實講 你說真的為大家所知道的 我不敢講說 可能地方型的議員 或有一些是這個參選人 可是他代表代不代不代表 國民黨新生代的這個聲音 我在某種程度 黨中央有人對這些事情回應嗎 沒有 反而我們討論還更認真 所以我剛剛講 國民黨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 基本上某種程度就是 在各自的時候各自獨立 可是你講敗家老頭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為什麼講說 這個話重你知道嗎 因為對於國民黨內部有一些人 其實對一些新生代來講 一直會認為說兩岸的紅利 其實他們從來沒有享受到 我說兩岸紅利的享受是 到底跟兩岸交流 有多大的好處 對於國民黨新生代的從政人員 我可以直接請教原資 你有因為兩岸國民黨特別好 你有得利到什麼嗎 其實你也沒有 如果你都沒有的狀態之下 為什麼這個節骨眼 大家都覺得說你可以晚一點 沒有人說你不准去 但你堅持一定要今天出發 然後全黨出來沒有到全黨 就是黨中央現在看起來 對這件事情 連黨主席都出來背書了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 我還看到有議員 就出來講說我罵論文 但是我沒有講這個是 因為我覺得夏立元去是OK的 他絕對會捍衛主權 我覺得OK啦 所以我覺得當國民黨現在 有一個各自表述的一個狀況 其實也代表的是 國民黨現在兩岸的這件事情上面 你記不記得從朱立倫 對不起從在上一個是江啟成 接黨主席的時候 說要重新調整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到今天為止他的兩岸論述就是沒有統一 OK也沒有跟黨員做充分的溝通 也沒有讓大家覺得 就是說你今天到底有什麼飛去不可聊 但我真的必須講 我我替這些這幾個這個國民黨 從政朋友來說 我不認為你們的聲音 會在黨中央裡面受到重視 因為出發就出發了 他們回來到底見了些什麼人 到底怎樣 你知道為什麼他們要特別強調說 我沒有見大官 他們要特別看臺商嗎 因為大家質疑你這時候見劉傑儀 到底見劉傑儀 你可能會談什麼 你不到北京去 那劉傑儀不會到其他地方嗎 不會到你講的沿岸層次 我不知道 這是外界現在很多的質疑 跟一個想像的空間 但看起來國民黨去的這些人 包含國民黨黨中央 到目前為止 他不在乎 OK 但其實你說兩岸之間交流 或是能夠對話 我相信不管 大家會希望能夠 能夠有對話一些 可是在現在這個節骨眼 老共軍演 飛彈所有這些 那大家討論 就是一個時機點 趙委員請問一下 小英總統是直接講說 夏令人他們去 是向國際傳遞一個錯誤訊息 什麼樣的錯誤訊息 大家現在看整個整體的國際局勢 就是裴若旭他在上個禮拜 剛剛來過臺灣 然後中國以這件事爆跳如蕾 進行惡裕的經驗 就是幾乎是封鎖式的 在臺灣的四周 進行惡裕的經驗 包括飛機 包括飛彈 等等的惡裕經驗 這是國際上所注目的一件 一件事情 當在國際上注目 而且普遍性的 普遍性的主要的國家 都認為在這件事情上 中國的這樣的經驗是惡裕的 是容易造成危機的 所以所以在國際的情勢 這樣的時候 國民黨竟然在這個時刻 他還是主團要去做中國做 做進行的訪談等等 其實這個會對國際上釋放一種訊息 國民黨現在是臺灣的最大的反對黨 而且過去他實際上 他也長期的在在國民黨 在臺灣的政壇上 他有執政很長的一段時間 而且他一直認為說 兩岸的問題是他的強項 在這個節骨眼上 他做這樣的訪談的時候 會讓國際上有一個錯誤的訊息 就是中國他在做惡裕兼援的時候 臺灣的主要的最大反對黨 近來會去做訪談 那表示說這樣子 這樣武嚇是有用的 你好像要去去談 他談的內容是什麼 不知道但是國際上會做這樣的一個解讀 所以這也是在普遍上的一般的民間的認為 就是說國民黨 你要去做交流 你要看時間 看你談的內容 坦白講如果說這個這樣真的那麼有效到你這樣視訊 講一講他就經驗就可以停了嘛 所以表示說你在這個時機點去做 不會達到任何的一個效果 反而會讓國際上會產生一個非常錯覺 就是說臺灣在這件事情上對對中國 雖然比如說日本或美國 我們是很在意認為說 中國這是惡裕兼援喔 但是你看起來好像臺灣的內部意見不同意 竟然這個時間點是有人來去做訪談 其實這個對臺灣來講 真是不好的一個 藍營講說為什麼 小英宗你不是也說兩岸之間希望對話嗎 可以對話嗎 他說你們去就是對話 為什麼他們去就被帶了紅帽子 當然我們談的對話是在一個平等 一個維護尊嚴的一個狀況之下 而且不能說做任何的政治的前提 我們要講的是在這個時機點 就是說大家國際上都非常的注目 臺灣的地位的重要性 而且外在的是中國所做的一個惡意驚嚴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國民黨做這樣的一個訪訪 去做一個訪問 實際上是透露一個訊息 就是說中國他在做驚言的時候 臺灣的最大反對黨 他去做訪談 那是不是就中國的這樣的一個驚險 其實是對臺灣的內部 是產生一定的壓力 所以說我覺得這樣釋放這樣的訊息 對臺灣內部的團結 或國際上的這樣的印象 當然是一個不好的 這個不好你可以顯現說 其實國民黨有些青壯世代的 會認為說這件事情 會對他們影響很大 因為說第一個坦白講 談不出任何的一個效果出來 第二個是對 又讓人家多一個印象 延遲大家一定會講說 民進黨又在操作這個叫抗中保台 抹紅等等 那我覺得是這樣 民進黨不用去特別做操作 是國民黨在每一次的事件上 他在這個節骨眼上 他都做了一個 就背離主要民意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決定 來來來 延遲要不要先回 蔡英文總統自己也說到對話 那他就不會被 國際上就不會釋放錯誤訊息 以為說我們去求和的 那劉召委員講的是 因為是在對等尊嚴 我們國民黨去 就算有什麼交流也是對等尊嚴 我們也不可能說 犧牲臺灣的主權去換到什麼 但國民黨是在於黨 也不可能做到這樣的事情 而且也沒有去做什麼政治的交流 更不可能說去見什麼大官啊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國際媒體有這樣誤會 都是聽民進黨講的 國民黨沒有要這樣子做啦 那這一次 那這一次呢 國民黨就是說為什麼要去 其實我昨天也是支持者傳給我 我們本來不曉得 我們本來都不曉得 支持者傳新聞來 那他就說 現在去就對了 兩岸現在這麼緊張 總是要人去緩解一下 其實我們很多支持者 是這樣子期待我們黨 做這個事情 那國民黨本來他的路線就是 親美有日合中嗎 親美現在朱立倫有做 在美國成立一個辦事處 日本他也要去有日 現在就是合中這塊 我們一直沒辦法做 那為什麼沒辦法做 一直很怕被人家抹紅 扣紅帽子 那這一次去 當然我覺得是很局部啦 因為只有去東南沿海那邊 而且主要的工作 是去跟台商做交流 但是最起碼還是盡量去做一些 合中的事情 那當然我覺得民進黨一定會這樣講啦 但是國民黨現在也不怕你講了 然後我覺得該做就該做就做 我們先不管民進黨會怎麼樣 因為民進黨一定會那樣講 那藍衣地也有很多的支持者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對這時候要去緩解一些 跟剛才論文們一樣 我們把焦點如果擺在中間這一塊 就大部分沒有政黨傾向 或沒有特別支持局 台灣老百姓 你覺得他們會怎麼講 我覺得台灣老百姓 對這個議題 你不見得會很瞭解 也不見得會很關心 那就是說國民黨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就是說我們去到底幹嘛 就是跟台商會面 要求他們的需求 台商 台生 台包 所以選民也不會認為說 我們就是求和的嘛 因為國民黨現在在於黨 也沒有什麼權力去求和 但我們黨內 但我們黨內如果說 一個比較激烈的言論 那反而會被人家操作啦 那我認為說黨內不同意見 當然可以啦 你合理的評論啊 你覺得說 像我第一時間知道這個也嚇一跳 這時候跑去幹嘛 好不容易論文案 你看我們打得很高興啊 你忽然去問 不就被焦點嗎 然後第二 幹嘛又把這兩岸議題扯進來 會被抹紅嗎 那一開始也是這樣覺得 那後來也是去問黨中央 到底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去了解他嘛 那去幫忙講話嘛 那有一些人就是當然 他這樣子講 比較容易嘛 那甚至於我覺得 講得有點太over了 我譬如說 講到說這些敗家老頭 放過國民黨 可能罵朱立倫還是夏立倫 我不知道 然後還說他們暗地裡舔共上癮 舔共 你可以講說你現在去可能會很爭議 不要害到我們選舉 你直接罵他舔共 所以一開始我以為他民進黨 後來發現原來他是國民黨 你怎麼會用民進黨的語言 在罵我們自己黨內 這個你對照剛剛那個 我們講那個論文案 所以這個不是民進黨操作的 這是你自己講的 這應該我不知道 搞不好是民進黨 你說對照論文門 對照論文門 我們這個黨中央做一件事情 大家罵得比民進黨還兇 然後民進黨林志堅那個論文 都被台大認定是抄襲 撤銷學位的 然後民進黨都帶著鋼匯往前衝 挺到底 每一個人都一定都受影響 你說新北市長候選人有沒有影響 臺北市長候選人有沒有影響 搞不好他們支持者 看到他挺林志堅 覺得說你怎麼挺這種人 也會受傷 但他就挺到底 失血挺到底 我們這邊的人是說自己先補血再講 黨中央失血沒關係 這個就是國民黨民進黨最大差別 難怪我每次走在路上 很多國民黨支持者都在罵我啊 都說你們國民黨可以團結一點 你看民進黨做成那個樣子 你們就每次鴿背向外外 這樣子你們都沒站立 我們怎麼支持下去 我覺得最大差別在這邊 這兩種領導方式 國民黨就是放任大家自我發揮 民進黨是持殭屍一把抓的 所以兩個給選民的感覺不一樣 國民黨中央絕對不會對這些議員 有任何的處分也不會回應 為什麼他必須要這樣罵 他不這樣子罵 他議員選不上 他必須要這樣罵 那有些深藍選區 他就不能罵 他就要跟著黨中央一起走 所以國民黨是因地至於 放牛吃草自己去走 那麼民進黨做法是 就是全黨一命 同黨一命就是走到底 這兩種方式 就代表了不同的領導的風格 那麼這一次是老共希望國民黨去 他希望國民黨去 為什麼捅這麼大樓子收不了 這個演習捅太大樓子了 你說我乾脆我就收兵 這丟人啊 對不對 那跟美好像我怕了美國一樣 可是呢 台灣最大的在意黨 國民黨的副主席去了 他有方式可以收兵 台灣已經釋出善意了 最大的在意黨 國民黨已經來跟我 遞出善良的橄欖枝了 我可以收兵了 剛好做國民黨個球 你看國民黨來是有用的 可是我講嘛 這樣真的對國民黨的選舉有幫助嗎 對老共有幫助 他現在下不了台了 可是對國民黨的選舉呢 對國民黨的選舉 對國民黨的選舉 一點幫助都沒有 如果有幫助 這些年輕的議員 不會出來憤慨抓狂 連舔共都講出來 我講舔共我被開除 他講舔共就不會有事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真的是大家看一看 不同的黨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呢最主要是 你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你的核心價值是 國家遇到有難的時候 所有人不分顏色統一對外 還是說國家有難 先罵一罵外面 然後再回來打自己的政府 我覺得這點 國民黨的核心價值 要做個調整 那志成 你說這個時間點 大家在討論 包括這個內容 還有國民黨副主席 夏立元去出訪 到中國大陸去 到底適不適合所有這些 但是好 剛講到說 民進黨講說 實際地場錯亂 他說對不起 保證為國軍 因為老共正在軍演 大家也看到海峽中線的對峙 很多這些 然後在這個節骨眼上 然後老共發了一個 統一白皮書 這所有東西擺在一起 就會把這整件事情 會不會就被弄僵了 然後大家就不知道 當初的北疫到底是什麼 是 我覺得並不是夏立元不能去 並不是國共之間不能交流 而是那句話 時間問題 請注意 夏立元今天下午出發 他不是今天下午就開始參訪 對對對 他還要隔離啊 隔離前後又加起來 隔離到二十二十號 左右 二十一號才開始走 二十要走六天回來 所以你隔離了十天 為了六天的參訪 按照國民黨所法說 我只看臺商 我只照顧臺商 臺商臺商 臺灣人民在大陸 很重要 國民黨有辦法 願意去幫忙看也很好 但是有急著在這個時候嗎 然後再來你的代價是 你要先隔離十天 那你如果這樣 你現在去跟晚一個禮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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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新時代統一的白皮書 這內容可以大概再講一下 第二今天下午東部戰區正式宣佈 我們的經演結束 再接下來就是常態性的軍事演習 這個看起來是給國民黨的伴手禮 還是藉此吃國民黨的豆腐 吃好吃滿 這個臺灣問題新時代中國統一白皮書裡面 當然就講幾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那我相信如果接下來言之 早上要發這個白皮書你還要去嗎 正好人家跟這白皮書告訴你說 你看國民黨來就是支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這個白皮書的 所以早上發這個吃你豆腐 你國民黨下午就來相互應賀 一定會被這樣操作 當然我們知道國民黨不是 我也不用言之也不用辯護 一定不是 但是你就被這樣操作 人家早不發晚不發 就在這個時候發 為什麼配合你國民黨要去 如果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見 你見了劉潔一見了張志軍 沒有錯柯文哲在上海的時候 那個張志軍當年也來了 劉潔一也來過 所以你今天這個國民黨副主席 到了這個上海到了昆山 你說國台辦主任下來 見個見個面 國共之間的交流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講 OK 那一定會被放大檢視 你夏立援敢不敢當著張志軍 當著這個劉潔一的面講說 你這個軍演是錯的 這種動和台灣是錯的 等等你敢講嗎 你敢講還是我們就要拭目以待 所以你會看到說其實 我覺得夏立援這個時間點的錯誤在於說 現在這個時候其實不應該 也不需要在這時候去到去到中國 可是他去了 而且在各方勸說 國民黨內部用這些年輕的議員 用很強烈的 擺家老頭的字眼去勸說 那其實陸委會也做勸說 那我相信有各方各式的這種力量 你還是去大家就會想說 那你國民黨在中國問題的判斷上面 在兩岸問題的判斷上面 到底是什麼 這時候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其實老共軍演 包括大家講說 那本來講說到七號 後來到八號 或渤海跟黃海 他說再延長一個月類似這些 那時候講渤海 因為我們在節目上給觀眾朋友看過 渤海已經到韓國那一帶了 渤海黃海大概在那一帶 那一帶有人就講說 他那個目的就是要給駐海美軍看的 就我不是只是要下臺灣 我告訴老美駐海美軍駐日美軍 包括到臺灣這一條線 我都有辦法證責你們或什麼 但今天有另外一個消息出來說 也沒有啦 因為他們的北戴河會議 某種程度 他宣佈在那邊軍演一個月 搞不好是為了習近平啊 就是我在那邊一直維持了 這樣一些的部隊的話 如果有什麼狀況 我隨時可以應變啊 真的嗎 我個人覺得啦 多重目的都有存在 第一個北戴河會議 確實在進行當中 因為我們看到今天為止 七常委都沒有公開行程 從七月三十一號開始 都沒有公開行程 所以北戴河會議正在進行這件事情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 可以是確認的 到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說調動這個軍隊 在渤海這邊進行一個月的演習 當然有穩定的效果 這個穩定可能是對內 我們那會吵一吵之後 突然間軍事上面有什麼浮動 你這個軍事調動上面比較容易 這個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是對外 因為當你駐海美軍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北京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力 特別在你說南北韓的問題上面 或者是在這個東北亞的問題上面 他可能需要急緊緊急的反應 第三個我一直在講說 事實上老共每年在黃渤海的演習 差不多這個時候 都八月份 去年我印象很深刻 去年有一個叫做這個叫做千里投送 就是那個他們演習一個滾裝那個滾裝貨輪 把大量的裝甲車送上去 說以後要用這個裝甲車把千里投送 用這個滾輪到臺灣來進行登陸戰 去年的這個時候 八月中旬進行了這樣的演習 也在黃渤海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多重目的的組合 但是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正在舉行 然後再來看起來這個 看起來這個這個內部的壓力相對於幾年 是比較大的 因為你多了一個臺海的問題在這邊 美日的壓力在這邊 所以你會讓北戴河會看起來 是個風曲引勇的問題更大 那一中請問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夏立延去中國訪問 所有這些事情 在網路上面是怎麼看 就國民黨總是不會讓人家失望 就總往往都是在綠營罪危機的時候 他就是會蹦的就是出來救援 上禮拜你說上禮拜 其實上禮拜就在討論 上禮拜有人說中共軍演救了林志堅 但我覺得那個不能這樣講 因為裴洛西來的時間 不是不是民進黨能控制 所以上禮拜都通通通 林志堅的論文就消失了 那這禮拜好不容易台大的 結果一公布以後 隔天夏立延蹦又出去 所以這一次真的就是夏立延救了林志堅 就網路上就開始討論 那可是我覺得大家在討論 我覺得今天柯文哲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道理 就是說他說你呢 柯文哲真的很會酸 柯文哲自己也敢搞雙層論壇 可以在那邊撈生難的票 結果今天夏立延去到對岸去 他就在那邊大酸 他酸酸什麼 他說如果你是要去北京抗議軍演 那就去 如果你去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雙層論壇的時候 他有跟中共講說 叫他們不要共激老人 然後暗示說我對話 我是有講到這些的 那你夏立延有這個骨氣嗎 他在酸他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講得更重 他說如果是募款的話 都什麼時候的 講到募款 因為我們在大家講說 到底動機是什麼 為什麼非要急在就是說 上禮拜中共軍演 到今天都還有那個 越過海峽中線 講得念些都快沒有海峽中線 我們過去那個默契的海峽 現在早就已經 他直接把我們吃掉 在這個節骨眼你還要去 柯文哲提到募款 所以有人講說 你是不是要去拿台商 去募款 是不是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對我們黨是有傷 就是說你夏立延 而且還要剛剛講 還要隔離十天 是有什麼 什麼多了不起的事情 為了你們這些官 要去那邊等了十天以後 才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這個 這個事情 從年輕選票來講 那當然就再見 可是我有注意到 國民黨的雙北的候選人 是截然反應不同 我們先講侯友宜 侯友宜說 這個事情值得商榷 對 他講的很委婉 他就是強烈反對的意思 侯友宜的這種個性 可是你要注意蔣萬安 蔣萬安竟然說 他說這個是了解年輕人 所遇到的困難 並欲協助 了解就是在台的這些 大陸在台的這些 因為台灣的這些 台商 對 蔣萬安是贊成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這就表示 那贊成的會有什麼影響嗎 就蔣萬安他已經投降了 他對於中間路線 他完全投降 我們之前講說蔣萬安 挾著他是邵康中心的 這個地位 他本來是要成為 國民黨的領頭羊 走中間路線 你看朱立倫這次 就是要走中間路線 可是你看到蔣萬安 這個態度 還有朱立倫這個態度 我發現說朱立倫之前還在那邊 九二共識沒有共識的共識 這一次他讓夏立元去 其實朱立倫可以阻止夏立元 他今天也幫夏立元講話 再加上蔣萬安也說 應該就去幫助年輕人 就表示國民黨在這個節骨眼 在八月的時候 他們的選戰策略 又恢復成過去的 那一個傳統的國民黨路線 這兩個少壯派的 就是我剛剛講蔣萬安跟朱立倫 本來是要走中間路線 結果他們在八月中的時候 他們決定要回去鞏固 他們的生然的這一塊 那這裡面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柯文哲挖得很遠 我們講甚至在最後 臺北市棄保的時候 有可能柯文哲把他們的生然挖掉 第二個是國民黨就是真的 他發現他再怎麼努力 中間這一塊他根本拿不下來 而且不但拿不下來 他甚至還會讓他自己的那個 基本盤換散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我覺得這要值得觀察就是說 國民黨在八月這場戰事開始 過去我們認為說他們要往中間看 今天他們怎麼開始又要回去這一塊 而且他們認為這一塊在選戰 對他們來講可能是有利的 我覺得這個要值得觀察 說實話 這下了也不可能自己說要去 那一定是黨主席朱立仁會講說 是不是要到那個地方去 因為副主席說我自己要帶人去 如果朱立仁不同意 他也可以跟他說 你不要去啊 而在這個捷櫃人上 你看小英中剛剛講的 就是嘉瑜剛剛重點是 國際傳達一個錯誤訊息 這樣對整個國民黨來講的話 包括年底的選戰這些 真的有利嗎 這時候再傳出說到底有沒有募款的問題 剛剛司高已經講 他不認為這時候要去募款 但是只要有人傳 國民黨就應該直接出來講 沒有這回事啊 但到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看到國民黨 總統有出來講說 有沒有這回事 回應上這一段 那對未來怎麼辦 這團是豬隊友團嘛 那誰派去的 就豬隊長 而且這個豬隊長的小舊子也在裡面啊 那照理說 我們說 我約得很早喔 我六月就約了 六月啊 可是後來發生共軍軍演 封鎖我們臺灣啊 那個敵意螺旋已經升到最高空的時候 我趕快要喊煞車 趕快要把他們拉住啊 應該是要這樣嗎 你有腦袋的 這個時候你會蠢實度日嘛 就是說你會觀察這個情勢嘛 我趕快叫你煞車 你不准去 對不對 我黨主席應該這樣做 結果不是 反而照去 對不對 自覺墳墓 我覺得這第一個 第二個 人民看到會怎樣 人家這樣對我們呢 那你們還用腳 不是投票啦 你腳表態嘛 你的 你雖然實質上沒幹什麼 你們也幹不出什麼事情來 但你象徵意義太大 你站到那邊去的嘛 第三個 你關心台商 早不關心晚不關心 對不對 我看是台商關心你 把他們拿錢給你們 你們要去跟人家求嘛 有國民黨有窮到這種地步嗎 而且關心台商 你這個話大家不會去 真的相信你是去關心台商 大家就覺得你這時機怎麼去嘛 關心台商有台商總會啊 當你政黨出現了 你位階高到一個副主席帶團 你就有政治意涵 高度政治意涵 假設今天如果國民黨又去 這一團又去見了劉捷一所官員的話 你接觸到官方的話 你們更慘 你知道嗎 那更慘 因為你面對官員你怎麼講 你在人家官員面前 你敢改化你自己的主權 你敢表述你一中各表嗎 你敢說我是中華民國的主權嗎 就算是你是國民黨 你們是兄弟黨 那更不用講說他們要去對話 他們這些人憑什麼 有什麼資格跟對方對話 他們講這兩岸緊張 所以一定要有人去對話 對話給我看 你要怎麼表述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是華獨 對不對 你的主權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主權 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那我們堅持一中各表 沒有一個中國的空間 我們就是一中各表 你表你的我表我的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可以嗎 他們要表嗎 所以他料入我們印象非常深刻的框架 人家在大大小小都在選舉了 什麼框架 你馬上又讓我們覺得有夠來啊 又是你們這樣 又想起吳思懷 當初他們一票那個星星 就在那邊聽訊啊 然後唱人家的義勇軍進行曲啊 又想起說 又去國公論壇 海峽論壇 拉都拉不住啊 疫情都擋不住啊 什麼都擋不住啊 又有什麼紅袖柱 在對外又去參加什麼青年論壇 就一大堆就來了嘛 那你在這個時候 你是做球給你的同志還是 你是把他們頭當球踢啊 那顯然是這樣嘛 所以我就覺得 國民黨有奔到這種地步嗎 你這個時候非得要去搞這一出嗎 你有窮到說 我現在要去建台商要討錢嗎 以前你知道嗎 之前不是有一團嗎 就說要不要去參加對岸的那個論壇嘛 那中國大陸那些小狠狂就說 你們這些是乞丐團嗎 去年好像是去年的海峽論壇 對 所以王金平後來就不去嘛 對 那一次 好 這一團你不是乞丐團 你是幹嘛 你窮到你家要去對岸身手 你其他什麼都不顧了 那麼緊張的一個態勢 你什麼都不顧了 就是為了要去身手要錢 那夏立元今天講了真話嘛 不然大家罵錯頭的是他嘛 那一講真話一告訴我們說 原來是我這一團是幫朱立倫跑一趟 朱立倫派我去的 所以小舅子也同行 還沒扯到他岳父 他岳父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那是合同派 他們主張合同的 經常跟朱立倫唱反調 有一點不一樣 或是大幅度不一樣 那你現在有傳人 你連你家人都搞不定 你在這個時機 你連基本的政治人物膝蓋反應 膝蓋的判斷力都沒有啊 你還派這一團 營火自焚莫此為勝 OK 明鳳難道想不出一個道理 因為朱立倫會做決定 讓夏立要派人去 一定有一定有一個道理 只是對我們大家智慧想不出來 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去 而且要做這件事以前 難道不要跟黨裡面譬如說 好歹幾個大諸侯吧 侯友宜盧 這些人也問一下嗎 因為接下來是他們要打仗的 司剛他們要打仗啊 縣市首長要打仗啊 蔣萬恩要打仗啊 所有人要打仗啊 你好歹跟這些人商量一下 我在這時候 是不是我們去那邊 適不適合大家意見提供 顯然侯友宜跟胡秀燕 他們的意見 我認為可能沒有先聽到 要不然他們一開始就講 別鬧了吧 你在這個遠遠去 那明鳳為什麼要這樣 這麼多 國民黨裡面的人反對啊 對這個 國民黨後院起火了 那是真的 今天下午兩點 國民黨那個草坪起火 那就是起火了 真的有這樣 真的是這樣 還好趕快滅掉了 但是這個夏立眼這通常沒有滅 趕快滅掉 那你撥撥這個盧秀燕啊 侯友宜啊 這些人其實都是很強硬的 其實他們的表態方式 其實都是已經說不宜了 是啊 那明天好像有一些年輕的議員 要出來反對 開這個記者會質疑 你這趟的重要性 必要性跟合理性嘛 那我覺得就是說 你這時候為什麼要去 就是北京常有一句話 結果關鍵時刻就要有關鍵的作用嘛 那我此時不叫你去 我何時叫你去 那你既然是過去 過去這些台商我想也捐款不少啦 對不對 那那個某一家電腦公司 等一下今天秀給我看 不到一個月 那個從兩塊錢飆到63塊錢啊 就是漲了30倍嘛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如果說你這整個政黨 需要這個援助的時候 那台商 台商現在也不是很自由 台商現在也是受控於做中共的高層嘛 那你中共的高層 那一定叫台商叫你們這些夏令元或是黨的黨部去 他一定要是在這個時刻去啊 否則你換一個時刻 對對他們來講 就沒有什麼宣傳的作用 你質疑這場是中共那個地方希望國民黨去 那當然啊 就是我現在把政治是我做做演習 做到這個封鎖大家去 然後呢 好剛好國民黨就派人來 那就是表示說 又發表一個統一的這個白皮書 所以我就是為統一背書嘛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你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嘛 你如果你的募款能力在國內 我就不相信 這民養在國內都可以這個生活 這個活著那麼久 從以前也不是執政黨的時候 募款也募到現在為止了 為什麼國民黨沒有黨產之後 他的募款的方向就一定是在台商啊 或是一些這個比較海外的部分 在國內就募不到款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中共故意的一個陰謀啦 就是為什麼八月四號我臨時要 我臨時要申請去 特極見 我六月安排 六月安排有說八月四號嗎 有那麼極見嗎 那我可以 我至少晚一個禮拜都比今天好吧 晚一個到明天 因為他現在這個東部的軍區演習宣布結束嘛 那你這個結束之後 再去立場性的演習去的時候 你的爭議性絕對沒有今天大嘛 所以我覺得你國民黨 如果你不從頭到尾 改善你自己的這種關係的話 你就會常常被 被中共要挾做這種事情啊 做這種事情 我告訴你就像林明顯講的 你賣多少款就丟多少票 你永遠在台灣就沒有辦法執政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整個黨務系統 朱立倫還此言掛掛說 我現在就要把這個路線 改回跟民進黨一樣 然後還要把李登輝的這個地位 重新搬回來 這個是完全走本土路線 這個是對的 沒有錯啊 但是問題是你講了這些之後 被夏立妍帶著你的帶著高 高斯伯去大陸一趟以後 就完全破壞了嘛 那時候你覺得大家還會相信你做那些所謂 回到本土派的這些主張或是這個跟中共的這個距離 有一段距離跟是跟要跟民進黨一樣的時候 是的話是真的嗎 你是說我們這個兩岸關係跟民進黨話一樣的時候 我們來比執政能力嗎 那我覺得朱立倫這個主張非常正確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這個我兩岸關係沒有像民進黨那麼複雜的時候 那我們就在我們就可以好好的比這個執政能力 然後兩黨在這個就有一個互相 比較好的制衡嘛 可是你今天如果你這個募款也好 或你的經費也好 就是受制 我不相信夏立妍或是朱立倫 去在乎去見什麼劉潔一 或是張志軍這些人 因為對夏立妍這種外交官來講 他在國外看到的外交官 比這些人重要多了 劉潔一 這個張志軍只有對朱立借那種 比較有精神領袖的人 精神醫師的人比較有意義嘛 不是說劉潔一 我看國台辦也快要廢了 快要下臺了 那你去見他幹嘛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你國民黨 如果你從這根本上面的資源 沒有辦法跟中共或是臺商切得清楚的時候 你常常就是被綁架了 關鍵時刻 我當然要你關鍵的作用啊 否則我平時幹嘛啊 因為當然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證實說他們這一趟 是不是為了要募款去 有媒體這樣報 但是國民黨就是黨中央 我剛剛針對這件事情 我剛剛問好像沒有看到出來說明這一段 所以到底是不是 這是讓大家質疑的問號的一段 可是剛剛敏鳳講的那段 司康那個就嚴重了 如果照敏鳳剛剛那樣講 他覺得是老共覺得 我希望你們要來 這樣國際社會 就是剛嘉瑜前面講的啊 就國際社會 台灣內部還是有很龐大的 最大在野黨就直接來啦 所以表示我不是窮兵圖啊 你看那裡面也有這種 因為外國人他哪搞得清楚 我們這裡面去啊 講什麼見什麼這些啊 那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敏鳳這個推論 那就嚴重了 第一個啊 如果是中國要你去 你會有禮遇 你不會被關七天 就是這個最明顯的 我知道他 中國大陸有一些 就特別的這些賓客 就跟泡泡一樣 特別的賓客 一樣我們外交泡泡 就比如說去的話 就一時一下三天 然後出現都是陰性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進行正常活動 那是他邀來的貴 邀來來的來賓 大概基本上是這樣做 那其實張志軍 用的是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身份入境 一樣就是七天 七天之後就開始持續 進行他的行程 張志軍 夏立炎 夏立炎 夏立炎這樣七天這樣行程 所以基本上他就不是 都大陸要去 不是大陸要去 那你就為什麼解釋 非得現在去嘛 那一定要強迫性嘛 就是你時間點 是不是等於緩緩 而且還用最極限申請 最極限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我這個 我沒有申請過這件事情 那程序上我不太了解 是不是一定要想 壓縮一些時間 或避免什麼外界 有什麼很多的一些過長的時間討論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時間點 確實是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如果說你是關懷台商 因為台灣 台灣基本上把台商 基本上有一點污名化 我坦白講 民進黨也把台商污名化 如果說這個時候 你說台商得到一些來自台灣的溫暖 因為很多人兩年都沒辦法回來 沒有辦法回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至少要幫台商講講話 這個民進黨政府 基本上就把這條路全砍 為什麼很多的縣市 我們的人口是戶籍數減少 因為很多台商回不來 很多被處擠啊 我覺得這部分 能夠帶回台商第一手的聲音 我覺得基本上 讓國內聽到一下 但是我覺得時間點 還是一個問題 而且這樣的決策 也要之前讓這些 是嗎 就是 你好歹跟這些大諸侯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 放個瘋 聽他一見 如果大家都有不同的聲音 那我就緩一緩嘛 你也可以跟台商說 我們這個內部聲音很多 很雜是不是緩一緩 我們在這選舉 穩定之後再去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緩兵之氣 因為你說國內的選戰 你就用內部的力量 又沒有壓力 來做緩兵之氣 也OK 這個講法 當然國防部包含了軍艦的方面 他講說那個是假的啦 那是假的 也有那個民間賞金船的船長 跳出來 沒有看到 他講說什麼 他看到什麼和平 花蓮和平電場 那是假的 那至於說空軍視角這一塊 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解放軍的飛機 這幾次越界幾乎都戰鬥機 戰鬥機的速度 戰鬥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在這個飛機上 還可以裝這個自拍器嗎 對 不可能的 這點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 稍微有點航空常識的 就認為這個可能 那將軍請問一下 台海中線 剛才易中文講說 我們的中線 都已經快被他們搞到 已經快沒有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 一定不能讓他們 把中線真的沒有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 有人就講說老美那個雷根號 因為美國國防次長也講說 他們接下來會 美國軍艦會航行台海 只是沒講到 是不是雷根號 航母要航行這一塊 而這一塊 海峽中線的對峙 最新的一些狀況 到底會是怎麼樣 而且另外一個就是 雷根號福特號 所有這些的話 真的會有什麼大動作嗎 我先跟大家講 海峽中線 很多人說是美國喊出來的 很多人說是一個默契 其實不是 那是我們 國軍的海軍官兵 用血和汗把它畫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 這張圖就是這一段時間 我們把它放出來了 大家覺得面不面熟 像不像在黑海瞄準 莫斯科號的感覺 對 就是一個十字絲 而且沒有瞄到任何一艘船 瞄中間 這就表示什麼 我有監控你 但是我並沒有親起戰端 這張圖是有戰略意涵的 就是我如果那個十字 畫在老共的船上 對對那就不一樣了 那就是表示我要打你 現在就叫監視 放在兩個船中間的十字絲 表示我有監控 但是我並沒有要開戰 如果這個十字絲 瞄在這兩艘共軍的船 任何一艘上面 那就是極度挑釁 就是我要打你 所以大家覺得這張圖很相似 看過 可是不一樣 在烏克蘭跟俄羅斯開戰的時候 他這個十字絲 是瞄在莫斯科號上面的 就表示我要擊沉你 所以這不一樣 但是呢告訴你我正在掌握中 而這段時間其實 我們的海軍 我認識的一些以前的部署 他說他們都沒有回港 都在外面跑 為什麼你知道 如果說你等到 中共的船隻快要到海峽中線 我們才出去 來不及了 絕對來不及了 等你出去的時候 他的船如果要接近 已經到臨海了 已經進入臨海了 所以這是什麼 這個狀況是 他出港我就出港 他接近我就接近 大家到海峽中線平行 募營不募送 就這樣走 你不要越過 我也不要越過你 可是如果我們海軍不出去呢 他就往這邊來 反正沒人嘛 對不對 我到海峽的東線會怎樣 我再往裡面又會怎樣 我進過24海裡又會怎樣 就通常進嘛 對對對 就是一點一點進來 可是海軍就是 我就伴著你在海峽中線 這樣子平行 請問一下 第一個在雙方對峙的過程的時候 那個包括那個炮孔啦 或所有這些 炮衣要拿掉 炮孔要不要上彈藥 要不要裝填 誰指 哎我怎麼知道 你會不會先打我 那我是不是全部都要準備的 全戰備 另外一個是 昨天開始就媒體有報導說 其實對我們的官媒來說 我們當然不會做第一集 可是如果你硬往中線走 我不讓你往中線走 那又不想要直接發生 所謂的火力衝突的話 那就用撞擊 就是真的是用這樣 是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會打籃球的人 有一種叫非法防守 就是我在運球的時候 你過來撞我 那叫非法防守 可是我先卡到定位 你來撞我就是你犯規 是 就一樣道理 在海峽中線 我既定的航行 我就在海峽中線這樣走 我沒有偏離也沒有漁越 我就在海峽中線 稍微靠東一點 我就要垂直的航行 你解放軍的船 如果要超越海峽中線 你一定要超過我嘛 那你的航數我算得出來 你要向這邊靠近 那我就慢一點 我就讓你跟我接觸 你要快一點我就加速 我就讓你剛好在交錯的時候 你會碰到我 那我們算得出來 解放軍也不是笨蛋 他也算得出來 所以他靠著靠近的時候 他就離開 最近到多近 你知道 就是一個鐵桿的距離 就是一個鐵桿的距離 大概是200碼不到 100多碼 就是一個鐵桿擊球的距離 就150公尺 就是150公尺左右 最近就這麼近 所以說那個航行的那個小兵 他在寫海圖 在寫航海日記 他說我們做好了隨時 與共軍船隻撞擊的準備 他船多大 7000多噸 我們才4000多噸 那大家說這樣撞會不會沉 如果撞的角度對 那可能被撞的會沉 如果這樣撞的角度不對 撞人的會沉 對 因為其實船手最堅固 可是你撞擊的位置 如果是你的側翼去撞到人家的 那就你沉 7000多噸一樣會沉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海漿不是講出來的 也不是罰巴拉坑畫出來的 那是海軍的官兵用生命跟毅力 給走出來的 所以這段時間 我就跟很多的部署講 我說這段時間看來 國軍應該日子會難過了 他說為什麼呢 我說你們一定天天任務加倍 本來是兩艘船在外面巡弋的 你現在可能變十艘 可能變八艘 因為你一定要用各種航海的航機 我把這條航線畫出來 讓中國知道我不斷在這一周 所以今天中午的時候 東部解放區的戰區就講了 我們在這個台灣周邊 我們所有的演習已經順利成功 宣告結束 我們已經達到預期演習的目的 就是在台海周邊的演習 恢復到正常的這個演習 這個對峙狀況不再有刻意 那麼其實大家就講說 那美國在幹什麼 大家可以看 這是美國的雷根號航母 大家覺得很奇怪 怎麼在這裡繞圈圈 怎麼在這裡繞圈圈 大家知道下一步共軍想做什麼呢 共軍把所有的大批的兵力 去調回他的渤海灣 大家覺得在渤海灣幹什麼 是不是要去威脅韓國 還是要劍指誰 不是 他正在做最後一階段的演習 叫登陸演習 大家看到渤海灣 從這個煙台到大連的距離 就從福建到新竹的距離差不多 那兩個距離是差不多的 而且呢海向同屬內海 所以他這樣子來登陸 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他拿煙台跟大連 當作是福建到新竹 然後做這樣子相關演練 是的 他就要做最後一階段的登陸演習 因為他沒有結束嘛 他在台海周邊能做的都做完了 可是呢 台海台灣海峽 畢竟不是你的內海 不是你說登陸就登陸 你想越過海峽中線 都已經發生將近要碰撞的這種危機了 所以怎麼辦呢 最後一階段就往移到渤海灣 從煙台到大連 完成登陸之後 插旗拍照 然後大內宣 就完成這次的演習 所以說很清楚 那美國在幹什麼 他在這裡不就離煙台最近嗎 離渤海灣最近呢 他就在這裡繞啊 全程監控你的所有的武器 你的登陸數據 你的登陸方式 還有你資源保障的各種方式 所以美國在這裡監控 那這些資訊 未來都會做一個軍事上的分享 好那在這次老共和軍演 人員媒體上這兩天我注意到 因為大家都一定會抓數據 然後勝貨拿來直接做兵推 說美國他們直接做了一個兵推 就是用老共如果真的要打台灣 然後我們跟美國之間的聯手 我看得沒錯的話 他上面寫說老美兵推 他們會被幹掉兩艘航母 可是老共說什麼也拿不下台灣 雙方都要付出代價 這個老實講 這個兵推有一些蠻特別的地方 因為兵推本來就是有一些想定 因為想定還包含到參數的設定 那以這個CSIS他的兵推來說 他衝突的設定是在二零二六年 你看他的想定的部分 第一個中共攻擊台灣 第二個是美國出兵協防提台灣 第三個是不使用核武 所以參數的設定其實非常重要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其實每一個兵推的想定 還包含到情資的收集 包含到剛剛將軍提到說 我們的那個無人機 為什麼那個或者是你們那個 那個衛星的鏡頭 為什麼直接抓到那個地方 那表示我的海軍 其實在你對方的船出港之前 我就知道了 第一個你的航向我要判斷 你的航數在什麼時間點要攔截你 你不過中線 我還真沒辦法去跟你講什麼 所以我講那個其實就是各自的掌握 按照CSIS這個兵推裡面 他其實提到了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開戰 在這個想定裡面開戰的話 在戰爭發動的前三週 中國大陸是有優勢的 我剛剛講說他有幾個很特別的點 是什麼呢 第一個他說中國可能擊毀兩艘 美國的航空母艦 對美國來講 兩一艘航空母艦被擊毀 問題就很大 他在這個兵推裡面認為 在前三週的時候 美國會損失兩艘航空母艦 不只是這樣 包含在日本跟關島的美軍基地 還有他美軍基地 既然被攻擊了 很有可能就會像是你看到珍珠港 那個那個那個影片 還沒有起飛飛機就掛了 所以他其實研判會有非常多的 這個美國的戰機 因此而這樣毀損 當然也可能會空戰 但第二個想定的部分 我覺得是更特別的 因為他說共軍登陸的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不是南部 兩萬兩千名的解放軍 是從臺灣的東南海岸登陸 東南海岸在哪裡 在趙豪委員他們家那邊 也就是他繞過了所謂的臺灣的西部 所以我就講說整個的狀況 當然最終的結果是美國 如果要願意投入 你現在看到這邊 要投入大量的援助 這個大量其實可能就包含到 他評估的戰損的部分 大量援助其實是可以擊對共軍 但是對臺灣來講 他整個的那個狀況可能會很慘 美軍的損失也會很慘 但是基本上會處於產勝的階段 我覺得這個兵推 可能對國民黨的朋友來講 會說你看國民黨現在所做的努力 都是為了要避免戰爭的發生 原資拚命點頭 但現在問題就來了 很多事情可能不是我們這樣想 老共就會這樣做 就像軍演的這種事情 老共一定知道過去幾次 這個選舉之前老共只要大動作 對國民黨一定都不利 當然 但今年力道還是這樣加強 所以我覺得從這幾個來看 我們真的看細節 他確實凸顯出來 就是我們現在 這整體的防衛的狀況 是不是跟美方所設想的 是一致的 還是整個戰場狀況 其實是不斷的在改變 在改變 有二致的 是一致的 谢谢观看